虚拟AI机器人就在眼前 多家参展商展示与AI医疗助手的互动 结合当红的AI科技 根据中美报道 作为中国和全球人工智慧重要的展示平台 上海已连续成功举办六届世界人工智慧大会 这次展览围绕核心技术智慧终端 应用赋能三大板块 包含多款大模型与AI机器人都一一亮相 展览面积更超过五点二万平方公尺 将信不少人前来朝圣 把我们一些专家的这个医疗知识和技能 有个大类四千条专业知识 我们这个数字人生 这就是我们用这个大模型这样的一个技能 在医疗领域去提高我们整体这个医疗服务水准的一个 重要的一个落地的一个实践 根据数据显示 目前有五百多家企业参展 国际企业占比超过百分之五十 展品数量更超过一千五百项 努力把人工智慧大会 进一步打造成为行业交流的一个重要的平台 值得注意的是 本届大会将重点打造人型机器人专区 展出二十五款人型机器人 随AI科技发展快速 上海展会也让外界引颈期盼 三零新闻 林志祺报道